可以 一月去以前的才可以 34度高温 老人家顶着艳阳出门 有的更推着轮椅 北市85岁以上长者 开打新冠疫苗首日都很心急 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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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长人龙依序排队等候 口罩 护目面罩装备齐全 毕竟高龄长辈高风险 各个难言紧张 睡不好 紧张 奇怪 我通常都有吃安眠药 昨天也吃了 睡不着 以台北长庚医院为例 他们是选定了附近的民生国小 来作为接种地点 可以看到在现场这里 有一整排的教室 每一间教室 其实就是充当不同的关卡 上次第一间教室 可以让民众来填写 疫苗的接种意愿书 接着每一间教室 就是不同的注射区 尽管动线规划周全 却碰上硬体设备不给力 很多人等了一个小时 才打到疫苗 家属看得很忧心 卡在这边啊 对 大家卡一关一关的卡 造成群聚啊 同仁当初在征求志愿者 其实同仁也很踊跃 大家都很愿意 来投入这个很有意义的工作 80到100位医护 力拼一天内完成1000人接种 拿出使命感的还有这里 准备好了 而且这个还用很精密的针头抽来 我一瓶可以抽到12个 基层诊所医师也加入施打战线 让长者就近接种更方便 很轻松啊 这个是在我们来讲 是很驾轻就熟的事情 我们是希望赶快把疫情控得住 真的是这样 基层医疗院所有那个急迫感 诊所或医院医护都响应 加上民众多点体恤 一切努力听到这一句都值得了 好像有一点安全感 大约新闻 杨云瓷张略嘉特别报道 好 其实